这些妈祖庙大多为福建会馆 比如山东这座烟台天后行宫 就是一座闽南风格的天后宫 由当时的闽级船商筹资设计 引起精美建筑工艺 被誉为鲁东第一工程 那么包括这些 这些雕刻 全部都是从眷州一带 雕刻好了 从海上涌穿云过来的进行租庄 整个这个三维上的石雕都有故事 你想这个就是迷石 百石 还有这个海狼的花纹 那么这都与大海有关系 从这里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石狮子 到那边的这个包龙谷 应该是都非常具有全州一带的这个风格 这些阿拉伯这个木雕 那么在北方是基本见不到的 只是在我们福建会馆才能见的 这个应该说是全州 与阿拉伯当时商贸贸易有很大关系 全州 宋元时代一度涌登东方第一大港 精湛的造船技术和海神妈祖的庇佑 给了福建人远渡重扬的底气 从全州出发的商队一路向北 串起一条连接东海 黄海 渤海的重要草运航线 一路往南 左右着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上的商贸活动 开辟了远达非洲东岸的海上丝绸之旅 几乎每一条从福建出海的船只 都会带上妈祖的神像 几乎每一座福建商船停靠过的港口 都留下了妈祖的分铃妙影 妈祖的分铃 与其说是一个信俗仪式 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的出走 出走是刻在闽人骨子里的遗传基因 包含了对未知世界的好奇 为生存艰苦卓绝的努力 对梦想永不磨灭的热忱 每一次出走 都是一次精神世界的裂变和拓展 从一个远方到另一个远方 正是这种裂变所产生的能量 带来了妈祖信仰的兴赏 我们开赴东北的那天 正是喇叭 人在天涯 喇叭已过 任车窗外的风景如何变化 怎么看 都是乡愁 一千多年前 当远道而来的敏机商人 站在渤海岸边 望着天里冰封的海面 他们会想些什么呢 天微亮 鱼把头张亚镇和他的兄弟们 就一头扎进了零下二十几度的冰天雪地 当渤海结冰无法行船的时候 渔民能讨生活的工具就换成了赶薄片钩丝挂子 渤海岸属于是入海的最下游 它和海交界 是各式各样的鱼都有 鱼呢还能好吃 这就是 鱼是对当地老百姓一个传统的 将近一百多年之后 就是说总结出这个经验 就是说能看出这个鱼 哪个鱼多 哪个鱼少 然而并不是每一次 译 译